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的有这样的机会 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就是健康保健与养生这样的一个专题 希望透过这样一个专题 能够给大家在这个议题当中 有一些收获 有一些帮助 我们都知道健康就是一切的基础 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 那么一切可以说都是免谈的 所以有人就形容说 假使健康是一 那么后面所有的零就会有意义 如果你健康没有了 后面的零不管它是房子 不管它是车子 不管它是权势 不管它是名位 那么事实上它也都是化为零 这样的一个意识 那么在现阶段 我们看到现在的一个环境 可以说大家的平均的年龄 都是越来越年长 所以我们就更要跟大家呼吁 活得老 更要活得好 那么健康的管理要趁早 所以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也的确是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那现在身心灵健康是现代人努力追求的一个目标 现在因为整个大环境的改变 所以现在大家慢慢的追求的也就比较精致 它不只是我的身体 应当是在整个心灵 整个全荒位的一个健康诉求 才是符合我们的一个理想的健康的一个境界 那么接着我就按照几个这样的一个次序 来一一的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报告 首先我们先看到这个疾病发生的一个原因 那么在传统中医它认为发病 它必须具备一定的一个条件 那这也就是所谓的病因 那么在中医学上就将它归纳为三因 就是三个因素 那么第一个就是内因 也就是疾病的内在因素 我们也称它为妻情为病 也就是它跟情绪是比较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说称它为精神的致病因素 那么这个在后面呢 我们会再进一步的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跟报告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疾病的外因 也就是六气为病 也就是跟外面的风寒鼠尸造火 在传统医学当中呢 它把外界的一个气候呢 归纳为六种气 那这六种气它平时呢 其实跟我们人的机器是和平相处的 也有它的一个重要性 可是呢当它呢太过了 比如说呢该热不热 或者是热的时候又太过热 那么该冷不冷 或者冷的时候又太过冷 像这样子的一个时候 那么我们身体这样一个机体抵抗力变差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入侵 有我们的毛孔 有我们的口鼻 那么入侵造成我们身体有所病痛 比如像感冒啦 中暑啦 像这一类的 所以这个我们就称之为外感的致病因素 就是由外那么侵蚀到我们身体机体之内 而导致的一个疾病 那么另外呢在一个 就是我们说疾病的不内不外的一个因素 它既不是外来的 那么也不是内在的一个情绪的一个侵害 长久以后造成身体的一个疾病 那么我们就称它呢是不内不外的一个因素 不是情绪的也不是外在 那么就称不内不外的一个因素 那么第一个呢 它就是我们饮食不当 在饮食的一个情况 那么伤胃 那么劳眷 伤脾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其他归属在其他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么饮食 有时候我们饮食不当 那么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伤害 那么如果说我们过劳 那么伤气伤脾 那么不懂得适度的来休息 那么久久我们的身体 其实跟机器也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用它也要保养它 如果只有用它不懂得去保养它 那么它的折旧必然就会比较快速 所以在日本也有所谓的过劳 慢慢慢慢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 事实上在现在这个过劳的名词 那么也已经是大家都很普遍了解的一个名词了 所以劳眷伤脾 那么影响到这个身体的一个伤害 那么再来其他 也就是我们现阶段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议题 很多 比如说噪音 或者现在的一个意外 或者现在的天灾那么多 各方面 间接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的 那么当然这些我们都把它归属在其他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刚刚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提到了 现阶段的一个健康诉求 它已经提升为全方位了 所以今天我就以身心灵的一个整体 这样的一个健康 那么逐一的来跟大家做一个参数 首先我们就看到这个身的一个部分 那么跟身体有关系的呢 那么当然我也分几个部分 就来跟大家做说明 第一个就是饮食的部分 那么第二个就是运动的部分 那么第三个就是睡眠的一个部分 还有第四个 当然就是有一些保健对身体的一个帮助的部分 所以首先我们就从第一个饮食的部分 来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那么在饮食的部分 民以食为天 那么这个吃饭呢 当然是很重要的 饮食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呢 它的确是有直接的一个关系 所以怎么样的饮食 对我们的身体是最符合健康的一个诉求 我们就大家一起来关心 那第一个我要跟大家互相鼓励的 共同跟大家报告的 就是第一个呢 我们要以健康的饮食观 我们要有这样的健康饮食观 因为饮食生活 它其实就是一个习惯 它就是一个习惯 那么这个习惯很重要 很重要 那么习惯的重要呢 它是从哪里来呢 就是从我们的一个认知而来的 所以有时候我会跟朋友 大家在谈话的过程当中 我会彼此互相的鼓励 我说习惯其实是很可怕的 习惯呢 它是会驾驭我们人的一个行为的 因为我们说呢 我们的念头会变成我们的思想 也就是我们的念头 就是我们的知见思维 变成我们的思想 那我们的思想呢 会累积成为我们的一个行为 那这个行为模式呢 它会变成是我们的一个习惯 那习惯就会驾驭我们的人生 所以我们常说呢 好人有好的习惯 坏人有坏的习惯 那么呢 健康的人有健康的习惯 不健康的人 当然就有不健康的习惯 各位前姐 你们大家认同吗 我相信应当都认同啊 因为习惯的确是左右 我们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 所以说一开始呢 我就要跟大家 彼此互相的来勉励 就是我们要一个正确的饮食观 健康的饮食观 那么在这里呢 首先提供的就是 我们要有三少 三样 就是少盐 少糖 少油 因为呢 吃清淡的饮食 对我们身体的负担是比较轻的 尤其我们知道呢 在身体里面呢 肝脏 肾脏啊 都是我们解读的一个脏腑 那么肝脏呢 首当其冲啊 我们有很多的蛋白质啦 脂肪啦 还有呢 就是酒精啊 像这一类都必须在这里分解代谢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 当我们吃得越清淡 那间接的 我们就帮助这个保养 我们这样的一个肝脏的一个运作机能 那当然它对我们是很重要的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肝脏的一个肝脏 我们就会看到那个肝脏的一个肝脏 就是这个肝脏的一个肝脏